以色列攻击拉法 其实现在很多的世界各国 都纷纷的站出来 表达了这种不满的声浪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以色列不仅是对于拉法 他连跟埃及都起了冲突 现在目前埃及的总统赛西 已经抵达了北京 展开对华的国事访问 那他是在5月28号 也就是这个昨天抵达了北京 展开一系列的访问之外 也会出席中阿的国家合作论坛 那他在访华之前 其实在15号的时候访问巴林 也出席了16号 在该国召开的阿拉伯联合峰会 主要就是在讨论以巴战争 那现在因为这个以色列跟埃及 因为他们在这个边境上面 交战导致了埃及的士兵 丧命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现在官员也取消了 跟以色列同行的一个会议 那埃及也警告 以色列要停止善动 所以埃及现在目前军方正在调查 到底责任到底是出在谁那一边 那也向以色列提出 不要善动危害边境安全的 强烈警告措辞 埃及呢 其实他现在目前扮演的角色 他很积极在斡旋 以巴的这个停火谈判 那其实以巴冲突 对于埃及来说 压力也非常的大 因为以色列就一直想要把 这个巴勒斯坦的人 全部都赶到埃及这边去 所以埃及这边也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但没想到现在 以色列也把炮火也要对准埃及 所以埃及的一名 安全部门的高级官员 就讲说已经告知有关各方 以升级在这个拉法的军事行动 破坏了谈判的努力 恐怕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也就是说现在恐怕更难以调停跟斡旋了 埃及的外交部也讲说 现在暴力升级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那两国的和平谈判可能未来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那再来现在以色列是不是还仗着有美国在挺呢 就在他这个炸了难民营之后 引发了世界各国的踏伐之后 他照样把这个坦克开进了拉法的市中心 那拉法遇袭的难民营所在地 还持续的遭到空袭跟炮击 路透社就引述了现场三名目击者的话说 他们还看到乙军的这个坦克车身上面还加装了机关枪的这种装甲车 陆陆续续出现在拉法市中心 那就是在他们这个著名的地标 阿尔阿瓦达清真寺的附近 那加萨的卫生部也讲说 现在这一次呢 其实他们战车攻击拉法以西的疏散区 又酿成了二十一死 所以这边的难民真的是让大家看得非常的心酸 特别是像小朋友们 都是在这场战争当中非常无辜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男孩 他亲眼目睹父亲葬身火海 我们来看看这段画面 好 看了让大家非常不忍 就是这样子生离死别 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这样子的一个别离的场面 那这其实也不光是他 这现在已经非常多的拉法的小朋友都已经是 可能已经都已经局目无亲了 那甚至很多小朋友也都在这场战争当中丧命了 那现在还有目击者讲说 以色列的坦克似乎是用一种遥控的方式 他们这种遥控装甲车 好像没有人在车内的迹象 那难道是用遥控的方式去屠杀 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些难民们吗 那这一次的遇袭事件造成四十五死 大家就在看这个拜登的这个态度是什么 结果没想到科比出来讲 他讲说这个没有跨越拜登的红线 让大家听得更火大 什么叫做四十五死没有跨越你的红线 在你的眼中人命不是人命吗 那还有现在看到了 又有这个新一波的坦克进入到了拉法市中心 他们在讲说 这不是大规模的地面攻击 所以美国好像一直在替以色列找理由找话说 然后都说这都不算什么 这都是他们自己很正常的一个自我保卫的一个行为跟反击吗 所以让这个世界各国纷纷忍受不了要站出来 就连这个美国自己本身 白宫面前也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 我们来看看这些相关的画面 这样子的拉法已经夺走了 这空袭事件夺走四十五条人命两百多伤 其实很多人就站在白宫面前 开始在反对美国参与 以色列在加萨的种族灭绝这样的大规模抗议 是直接到白宫面前去猴给拜登听 另外英国的白廷也被抗议者完全的占据 这也是在唐宁街以外最大的静态抗议活动之一 那除了这个英国这样大规模抗议之外 其实连西班牙同样也是爆发了非常大的一个抗议 他们就说我们要要求政府跟以色列断绝关系 西班牙巴塞隆纳跟马德利 有大批的群众高举着巴勒斯坦的旗帜来相挺 所以欧洲的国家 有的是用这种站上街头的抗议方式来呐喊 喊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 甚至有一些是他们直接是政府的立场 他们开始来陆续承认巴勒斯坦国 像是西班牙他就说不承认片面改变 以巴1967年的边界 现在包含了西班牙 爱尔兰跟挪威 他们在28号的时候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 那西班牙的总理桑切斯他也讲说 这样的决定是要帮助以巴实现和平 呼吁加萨永久停火 强化人道救援进入 以及释放困在加萨的人职 马德利是不会承认 以81967年前边境改变 除非各方同意 不止这三个国家 斯洛维尼亚也在下个月要承认 巴勒斯坦是个国家 所以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 其实现在态度上面蛮分歧了 目前已经承认巴勒斯坦 包含了像是瑞典 塞普勒斯 匈牙利 捷克 波兰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还有保加利亚 但是法国 德国的态度 现在还有一点迟疑 另外马塔尔跟英国 澳洲 都在考虑承认 那我们来看看 米尔斯海默怎么看这件事情 所以有两个主要的观点 击败哈勒斯坦 和Ontario的反应 和解构 都没关系 在外媒体里面 是真正的目标 真正的目标 真正的目标 是则的灾激 沙自 有利亚 和巴勒斯坦 和巴勒斯坦 和有多意义 什么练习的 这种原因 有没有练习的 原因是他們不會說 他們會擁有巴勒斯坦人擁有的 是因為他們想出了巴勒斯坦人 他們想出了巴勒斯坦人 好 我們來問一下永平姐怎麼看 這個 梅爾斯海姆他的演講 他講了好幾場 其中有一場我有很完整的聽 那真的很恐怖 因為以色列是根據他的看法 是絕對不會接受兩國方案的 可是絕對不會接受兩國方案 他要的大以色列 裡面巴勒斯坦人是住了700萬人 760萬左右 那跟以色列猶太人的人數 是一模一樣多的 就是他在一個一模一樣多的族群上來講 猶太人要完全否認跟你一樣多的人的權利 要不給他建國 然後變成次的公民 他甚至這個 梅斯海姆他還講了 他說其實原來的加薩 基本上就是一個露天監獄 就是監獄上沒有屋頂 然後大家就是每天都生活在那邊 也沒有工作也沒有幹嘛 情況非常的悲慘 可是以色列就是把他們這樣子監禁起來 那現在你要把這批人全部都殺 那你是不是真的要殺 搞掉幾百萬人才滿意 真的我講這個話 確實有以色列的 甚至有支持以色列的人說 他說大家要在大驚小怪什麼 現在這個巴斯斯海人才死多少人 兩三位 他說我們大屠殺的時候 希特勒殺了六百萬人 那言下之意是什麼 言下之意是說 以色列這一次沒有殺個五六百萬人 他是不罷休嗎 那這個就是全世界看到的美國嗎 其實世界說真的 美國霸權什麼的 大家真的 最痛苦的就是 你跟偽君子打交道 Hippocrine 美國就是這樣 整天原本 什麼人道主義民主精神 到處講得很大聲 結果你在以色列這件事情上 怎麼樣看 這種反差最令人憤怒 你去炸難民營 然後大火死亡 然後科比還要說 沒有踩拜登紅線 因為踩了拜登紅線是什麼意思 就是美國的武器 就不再支援以色列了 美國也不敢做 那你這樣的情況下去 只會達到一個後果 就是美國的霸權 美國變成一個惡霸者的角色 美國完全沒有辦法站在對的一方 被全世界唾罵的角色 這個就會更加的確定 那對於拜登選舉的路 就會更加的困難跟渺茫 好 來請教嚴教授 第一個我覺得 Mr.Heimer講的這個 我今天剛好在中國時候 也寫了一篇 就是以色列在巴勒斯坦 是一種叫做 跟歐美過去的殖民不一樣 這叫移居者的殖民主義 那這種移居者的殖民主義 就有點類似美國自己 進入新大陸之後 他把印第安人殺了 真的是幾乎殺了十分之九 然後佔領他們的土地 然後認為這個土地 應該是他的 就好像南非 過去我們知道 荷蘭人的後裔 進到南非之後 後來往裡頭推進十九世紀的時候 也是同樣把這個當地的人 殺了很多很多 那以色列現在的這個狀況 真的是類似 他今天用種族清洗 我們知道種族清洗 當時是用在這個 波斯尼亞戰爭裡頭 大家都擔心說 波斯尼亞人 因為他們是穆斯林 會不會被信仰 這個東正教的這個 塞爾維亞人給清乾淨 那個時候的清乾淨 你知道有多嚴重 在波斯尼亞裡頭 包括克羅來西亞人 這個塞爾維亞人 他們坐在那裡 沒人敢講話 因為看表面 不一定看得出來 可是你一講話有口音 他就怕你認出來 到時候就會變成攻擊的對象 那我覺得以色列 現在的狀況 真的是一個 剛才永平姐講的這個 我覺得我非常 必須要補一句 我碰到的以色列人 他就說 他說你們西方國家 不要譴責我們 你們要是覺得巴勒斯坦人可憐 他說你美國地那麼大 加拿大地那麼大 澳洲地那麼大 你們為什麼不收他的難民 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糟糕的一個想法 就是他們進來 沒有想到要共存 真的是有點想要趕出去 那埃及我覺得 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很生氣 你已經把他們趕到我最邊邊 就在埃及邊界了 你是準備要把他們消滅嗎 還是說要逼我把他們開放 就讓他們進來 我覺得這個是埃及 作為一個也是美國的盟友 剛才主持人講到 美國的雙重標準 美國真的是 在埃及這件事情上 埃及最近才有一些人權的問題 但是因為他對以色列 算是相對來講 在中東國家裡頭是比較友善 所以美國就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不管 可是埃及也很聰明 今天看到美國對以色列這種 無條件支持 造成他這麼多困擾 我在訪問大陸的時候 我再拉幫結派一下 讓你美國也承受一些壓力 那我覺得美國今天 在處理以色列的議題上面 不僅是雙重標準 而且就是說 完全讓他的年輕的學者 學子都無法接受 我前幾天我還在問我的學生 我說你們會想要去 到青島東陸抗議 可是為什麼巴勒斯坦 這麼嚴重的問題 台灣的年輕人一點表態都沒有 我們就是只要美國支持以色列 我們就是好像盲目也支持以色列 我說這個樣子 我們就會被美國予取予求 我們要讓美國知道 我們有不同的聲音 這樣子的時候 當我們即使我們今天政府 去支持以色列的時候 美國還覺得 支持美國的時候 美國還會覺得說 哇 不容易 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政府還這麼努力來支持我們 而不是被人好像猥瑣 就是美國覺得這個是理所當然的 好 艦長 我們剛剛看那個 John Mears Sherman的那篇演講 他是5月17號 在澳洲智庫獨立研究中心 他所做的一個演講 我們剛剛看到的內容 他講到的淨化加薩 其實就是種族清洗 他後面一段 他講另外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不僅是殺人 不僅是種族清洗而已 他要把他變得不適合居住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他明明不是大家都說 他是要打城鎮戰 他是要打巷戰嗎 但是你看到的是什麼 是賤滅戰 他把你所有的建築全部打爛 然後也就是說你未來 你也沒有路可以回來了 剛剛我們講到說 歐洲的三國也就是西班牙 愛爾蘭以及挪威 他不承認片面改變 以巴1967年的邊界 1967年的邊界長成怎麼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也就是約旦河西岸 以及加薩走廊的這個部分 現在以色列會承認嗎 以色列當然不承認 他就把他直接弄得不適合居住 他弄得不適合居住之後 然後逼到那個拉法 然後接下來就繼續種族清洗 洗到全部都死掉為止 但是只要有一個沒死 那一個最後都會變成哈馬斯 那當然有人會說 很多聽美國的人都會說 他們有幫在加薩那邊 建構一個浮動碼頭 對 他建構一個浮動碼頭 從三月中一直講 做到5月17號才開始通車 結果通車不到10天 垮了 現在那個已經沖垮了 根本不能用了 然後所以我們說 強權從來就不會為別的國家考量 他心中永遠只有自己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到廣州忙回來 到廣州忙回來 好 謝謝